皇上 进来 参见太子妃娘娘 太子殿下已经在隔壁房间睡下了 很好 托贺琪 事成之后 本宫是不会亏代你的 那是太子妃娘娘安排的妥当 奴才不敢鞠躬 你先退下吧 喳 朱儿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清楚了吧 朱儿知道 太子殿下 朱儿冒犯了 太子殿下对我恩重如山 我不能辜负他 可是 太子妃娘娘 这让我如何是好 看来只能出此下策了 也不知道这个朱儿够不够机灵 那个叫朱儿的姑娘 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是 我在店里做了这么多年的洗衣工 还没有见哪个姑娘 让我给她买注云药呢 不过要是我 我也这么做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姑娘原来是个宫女儿 今天晚上就要伺候太子殿下 如果我们怀上龙肿 也许能当太子妃都不一定 哟 那照你这么说 当着朱儿 你也要飞红通达了 哟 不说笑话了 走吧 还有活儿没干完呢 走走走 走走走走 周儿 你给我出来 娘娘 七五四次 娘娘 你竟敢背叛我 你活腻了是不是 娘娘 朱儿对娘娘绝无二心 请娘娘相信朱儿 行了行了 我不用你帮忙了 这件事情 你不许对外宣言 你先退下吧 是 脱合戚又是你干的好事 一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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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饭菜都是阿嬷喜欢吃的 阿嬷 多吃一点啊 阿嬷 这是您最喜欢吃的清蒸豆腐 来 很嫩的 来 阿嬷 您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没有胃口 是不是那里不舒服 好 我没事 来 多吃饭吧 阿嬷 王爷 阿嬷 阿嬷 把个倒杯水来 来 好 阿嬷 阿嬷 没事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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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阿嬷 春竹和穆儿 他们在牢里面肯定很不习惯 真是委屈他们了 春竹要是看到你为他们准备这些馒头 肯定开心极了 那我们快点走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到春竹他们了 嗯 韩香 格太贝勒 参见贝勒爷 免礼 你怎么这么早就进宫来了 我阿嬷不知道为什么 一早上起来就狂吐不止 所以我赶着去找御医 抱歉 先不跟你们聊了 哎 狂吐不止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别管这么多了 你不是说急着见到春竹他们吗 我们走吧 嗯 我们走吧 早上才送来那么一点东西 根本吃不饱吗 哎呀 你就不要说了 越说越饿 生点力气好不好 省点力气做什么 咱们两个只能整天待在这个牢房里 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好像闻见馒头的味道了 你是不是饿疯了 快点快点 春竹 穆儿 韩香 佟司库 春竹 穆儿 我们两个来看你们了 怎么样 你们还好吧 我们怎么可能好呢 这里又脏又臭 晚上还有老鼠爬来爬去 我根本就不敢睡觉 春竹 你呢 我 每天都吃不饱 全身无力两眼发混 韩香 我再不吃东西腿都要软了 我刚刚闻到馒头的味道 你们就来了 你们肯定带馒头来了吧 快 快把馒头给我 来 我就知道你们会吃不饱 所以带了些馒头 来 给 快吃 给 春竹 你慢点吃 别噎着了 这里还有呢 怎么了 穆儿 你怎么不吃呢 你怎么不吃呢 冬司库 关在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吃得下饭呢 我真的很羡慕春竹 就想着吃 我再不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吃早会发疯的 穆儿说得对 想到以后每天都吃不饱 我也要疯了 韩湘 我什么苦都可以吃 但是就是不能吃不饱 你以后常来看我们吧 然后多太一点好吃的来 要不然 我怕我挨不住 春竹 穆儿 你们两个既然犯了错 就要接受惩罚 这是你们两个应该承担的 你们要早一点面对现实 自己闯下的祸 怨不了别人 我跟韩湘 也只能是找机会来看看你们 我们不可能三天两头地 往牢里面跑 这样会惹人闲话的 都是我不好 我当初要是不扔那只鞋子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穆儿 你别难过了 我答应你 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会去请求皇上 恩赐你们离开大牢 不过现在 你们两个得委屈一下 那我们什么时候 才可以出去啊 我也不敢保证啊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的 你们要相信我 好 穆儿 别哭了 坚强一点 春初 你怎么了 刚才不是很饿吗 怎么又不吃了 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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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爹娘 也常送馒头给我吃 所以你拿馒头来 又让我想到他们 要是爹娘才能知道 我被关进大牢 永远都住不住了 我怕他们会想不开 我怎么这么不像啊 童子库 我实在受不了这里的气味 我要是再不离开这里 我快活不了了 下去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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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姨 我阿玛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一直呕吐呢 回禀贝勒爷 这说来也奇怪 王爷的脉相紊乱 气血逆流 微臣帮王爷 整过几次脉 可是 这始终找不出病因哪 玉依 你赶紧想办法 我阿玛看起来很难受啊 是 童子库 刚才看到春卓和穆儿 哭成那样 我心里真的是很难受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谁叫他们闯出这么大的祸呢 什么人不好惹 偏偏得罪了这个太子妃娘娘 怎么回事啊 这些御医行色匆匆的 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是啊 到底怎么回事 曹御医 喂 董司库 曹御医 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猎亲王一早起来就狂徒不止 方才张御医去诊断 却找不出病因 所以院士已经把猎亲王 请到了太医院 并召集所有御医过去 商讨王爷的病情 不好意思 下官得先走一步了 走了 怪了 猎亲王 怎么会无缘无故 忍上这种怪兵 狂徒不止 狂徒不止 不会 是不时乐黑毒孤吧 童司库 咱们也赶紧过去看看吧 不行啊 太医院这种地方 可不是我们说去 就能进得去的 我们别管这么多了 走吧 嗯 嗯 院士啊 我行医数十年 还从未见过王爷的这种病症吗 真的 王爷手臂上起的这些黑色的疹子啊 诸位御医 有谁见过这种症状啊 诶 我好像在哪个厕子见过 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不如我翻翻厕子查一查 那好 大家赶紧去看看 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好 好 好 回去吧 走走走走 走走 怎么会这样呢 你不要走来走去的好不好 烦死人了 真拿你没有办法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待会儿你要是被人赶出来的话 就得跟我回去 好了好了 我都听到了 都听到了 是 童司库 您就不要再唠叨了 我们赶快过去吧 啊 韩香 像现在这种情况 你说 阁太 谁准你向他们带进来的 贝勒爷 你们怎么都进来了 月事 我是想来看看我阿玛的情况 我阿玛到底怎么样了 阁太 贝勒 现在王爷除了狂兔不止外 手臂上还出了黑色的疹子 现在我让御医们正在翻阅案例 看能不能找出缓解的药方 黑色的疹子 那 果然没错 这种症状就是误使了黑毒孤 什么黑毒孤啊 这么老道的御医 在这都束手无策 你个小绣女别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八道 王爷 她就是误使了黑毒孤 这种孤种 只有在我的老家才会有 一般人不知道她有毒 不小心误使之后 就是这样的症状啊 那怎么办呢 你不要着急 只要用八竹煎汤服用 便可以药道病除 少在那自作聪明了 你又不是御医 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 那 王爷 阿玛 阿玛 王爷 阿玛 月之 你可再想办法救我阿玛 哥 哥太贝勒 你能不能再给我的时间呢 贝勒爷 跟我来 来 安香 你拉我出来到底要干什么 贝勒爷 我刚看过王爷的症状 他肯定是吃了黑毒孤 这事错不了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韩香 你管这件事 会当很大风险的 他的病要是好了也就罢了 万一出了什么状况 你会掉脑袋的 不会的 我有实诚的把握 哥太贝勒 童司库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害王爷的 好 我就相信你一次 贝勒爷 没有御医的药方 下官真的不能乱煎药啊 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呢 本贝勒爷要你按照 我韩香说的药房去煎药 你照办就是 哪有那么啰嗦 好 贝勒爷 您开房子吧 韩香 你说 八竹数节 三碗水煎成一碗 够了 就 就这一味药啊 对 就这一味 好 我这就去抓药 韩香 你真的有把握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童司库 您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 不会有任何差错 我绝对不会 拿自己的脑袋 开玩笑的 希望你这药方 真的能够奏效 童司库 您就放心吧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韩香 我说 葛泰 你安的什么心哪 你居然让一名小绣女 给咱们阿玛开药方 这下什么话 哥 我想起韩香 她说这汤教有用 就一定有用 如果不行呢 万一阿玛有个什么闪失 你们谁来担这个责任 如果真有什么意外 一切由我承担 好 何太 这可是你说的 如果阿玛有一点闪失 我定请皇上治你死罪 何太贝勒 给我吧 阿玛 王爷 阿玛 妈妈 你先嘲笑 给我吧 给我吧 阿玛 阿玛你怎么样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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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啊 葛泰 你果然不是阿玛亲生的 你居然害阿玛的病情加重 我这次一定要治你的罪 这 韩湘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两位费乐 你们不用担心 王爷是排除体内的毒素 所以才会呕出这些黑血 只要让王爷多休息一会儿 我相信他马上就能好了 胡说八道 信口慈黄 你个瘦瘦女 柳韩湘 你这个罪魁祸首 跟我一起去见皇上 来人 在 你们再给我点时间 王爷会醒过来的 把柳韩湘跟阁泰拿下 撤 撤 你 你 住手 阁泰 阿玛 你醒了 岳师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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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情况怎么样 外向平稳 气血通畅 王爷已经恢复了元气 之前那些症状全都消失了 看来是方才内铁药起了作用了 好 很好 韩湘 想不到你这么有本事 就连太医院的御医们都束手无策的病痛 也能让你治好啊 皇上过奖了 这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王爷只是刚好 务实了奴婢的故乡 独有的黑毒菇 才会引发的症状 韩湘幼年的时候 曾经看到过乡亲染上了此毒 所以知道解毒的药方罢了 原来如此 不过列亲王怎么会去过你的家乡呢 回皇上 关于这件事情 我也问过我阿玛了 阿玛说她因为心情烦闷 所以才会输去散散心 但没有想到竟然在途中 误实了黑毒菇 你阿玛这么多年来 始终闷闷不乐 葛太 你要有空啊 就找机会多陪陪你阿玛 是 皇上 韩湘 这回你就列亲王有功 你可想要什么赏赐啊 皇上 韩湘恳请皇上 重审孟春竹和林木儿一案 参见皇上 免礼 都起来吧 谢皇上 曹御医 朕有话要问你 皇上 当日诊断出太子妃小产的人可是你 回皇上 正是微臣 嗯 朕再问你 太子妃是何时小产的 回皇上 是七月二十六 哦 七月二十六 是 大胆 太子妃既是七月二十六日小产 为何你在七月二十 就到定药房配置了小产的药方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一定是定药房 搞错了吧 还请皇上 明查 你要朕明查 好 那朕就查给你看 进来吧 参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一世 把你所知道的一五一十的向皇上禀告 是 启禀皇上 这本记录配药的医册上 清楚地记载着曹御医 于七月二十日配了一些小产的药方 而且一连数日均是如此 皇上 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 不可能有错 皇上 韩相记得自己入宫报道之日 是七月十五日 也就是说太子妃娘娘被鞋扔到身上之时 并没有异样 而是之后春竹不小心撞到了太子妃娘娘 才导致了小产 好 继续说下去 太子妃娘娘发生意外是在七月二十六日 可是曹御医却在七月二十日 就让定药房监制小产药方 这个时间太过可疑 难道曹御医能喂骨先知 能够在太子妃娘娘小产前六天 就事先煎好了药 曹御医 你怎么说 这 我 回事 曹御医 若依照定药房的这本册子来推测 太子妃娘娘小产之日 应该是七月二十 对吧 事情的真相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 贝 贝勒爷 快说实话 你若从十招来 朕便从轻发落 你若继续睁眼说瞎话 朕绝对不轻饶你 为 为臣知罪 可为臣不是故意要造假 请皇上知罪 曹御医 那你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是太子妃娘娘 逼迫为臣这么做的 胡闹 真是胡闹 你实在太令哀家失望了 你胆敢编出这种漫天大谎 差点害死两名绣女 皇太后 臣妾也是有苦衷的吗 苦衷 你做出这么缺德的事还有苦衷 你别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你知不知道 关在牢里的那两个绣女才有苦衷呢 朕问你 为什么要这样做 皇阿玛 臣妾之所以会做出这种事情 还不都是因为太子她 心系柳寒香 所以才会想出这个办法 来对付那个绣女 臣妾没想到 最后会害了孟春竹和林木儿 尹莹 儿臣在 难不成你上回要强取柳寒香味果之后 还在继续跟她纠缠 儿臣没有啊 胡阿玛 自从上次之后 儿臣一直仅忌您的教诲 不敢做出与举之事 是她 整天在那儿胡思乱想 才会闯出大祸 整件事跟儿臣无关哪 是吗 太子要真的那么安分的话 我又何须处处提防柳寒香 你何不干脆说 是那个女的在勾引你 够了 你贵为太子妃 竟然跟一个绣女斤斤计较 整天在意这些无聊的事 成何体统啊 秦华太后息怒 息怒 你闯出这么大的祸 还敢叫哀家息怒 这件事传出去 你说怎么办 皇上 这件事应该怎么办才好了 回皇额娘 这件事张扬不得 否则会有损皇室的颜面 但太子妃犯了错 理当受罚 否则 他永远也学不到教训 你血口喷人 诬陷他人 尹容 儿臣在 给太子妃长嘴 好好教训他那张 不知轻重的嘴 是 皇阿玛 皇阿玛 好痛啊 别打了 继续打 是 皇阿玛 皇阿玛 这件事做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好了 够了够了 太子妃 你可要记得 你今天是我的教训 倘若下次再犯 朕定当重罚 谢皇阿玛 开恩 还有你 曹御医 你知错犯错 罪证确凿 朕念你报效朝廷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从即刻起 免除你御医一职 贬为庶民 谢皇上不杀之恩 把门打开 是 孟春竹 林木儿 上前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广楚司司衣库秀女 孟春竹 林木儿 被控过失致使太子妃娘娘 小产一案 日来经查 细数意外 与孟林二女无关 卓令改叛无罪 即刻释放 亲此 你们两个 还不快快谢恩 谢主主恩 五皇万万岁万万岁 太好了 陶司库还有韩香她们 若知道我们无罪释放 一定会很开心的 是啊 奇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陶司库 我们回来了 该不会是我们两人 这阵子连累了大家 大家都躲起来 不想再见到我们 不会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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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司库 我在牢里虽然饿得发慌 可就是没有胃口吃得 现在终于可以开开心心地吃一顿了 童司库 还是您想得周到 谢谢您 谢我干什么 准备吃的只不过是小事 你们两个真的要好好谢谢隔太贝勒 和韩香才是 这回你们两个能改叛无罪 保住了一条小命 全是他们的功能 嗯 谢谢贝勒爷 谢谢韩香 谢谢韩香 好了 你们也确实是无罪的 我只是帮忙找出正绩而已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救命之恩非同小可 我和穆儿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被陷害的 要是这么丢了小命去见阎王爷 那不是成为糊涂鬼吗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好好谢谢贝勒爷还有韩香 是啊 大家都是好姐妹嘛 应该互相帮忙才对啊 韩香 不如我们一起举杯 敬祝春竹与穆儿他们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是啊 好啊好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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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得了教训 你就给我记住了 本太子的脸 都让你给丢光了 尤其是印提他们 基于我这太子之位已经很久了 巴不得我出什么纰漏 你能不能别无端生事了 你这不是给他们制造机会的吗 这不都是因为你 要是你不去招惹那个柳寒香 啊 能有那么多事情发生吗 总之 我会不会惹事 得看你的表现 你简直不肯理喻 柳寒香 这笔账就算在你头上 以后 本宫会连本带利 让你还回来的 那我们先回去了 那我们先回去了 好了好了 你们都回去准备休息吧 明天还有活要干呢 都回去吧 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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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司库 那我也先回去了 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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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别走啊 我还要敬你们一杯呢 哎呀 春竹 你不用客气了 我们真的不能喝了 不行啊 喝一杯就好了 好好 我喝 我喝 来 好了 走了 嗯 哎 韩湘 你东西掉了 啊 哎 我的玉蝴蝶 早就收在房间里了 这只玉蝴蝶 应该是隔太贝勒的 是 这只玉蝴蝶是我的 谢谢你啊 春竹 贝勒耶和寒香 真有缘 身上都有玉蝴蝶 你们两个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比翼的蝴蝶 春竹 不要在这胡言乱语了 你肯定是喝醉了 好了 好了 童司库 那我先从隔太贝勒回去了 好了 真的走了 童司库啊 童司库 童司库 有什么事吗 童司库啊 是不是我们家韩湘出什么事了 请二位放心 韩湘他一切都好 没事的 那 那 那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我今天是找借口出来到集市上补货 所以时间不多 这件事又事关重大 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跟你们二老说了 我发现 隔太贝勒身上 也有一只 跟韩湘一模一样的玉蝴蝶 为什么隔太贝勒身上 也有这样的玉蝴蝶呢 据我推论 当年乙丹格格产下龙凤胎 将一对玉蝴蝶一分为二 分给两个孩子 所以 隔太贝勒很可能就是乙丹格格的儿子 那隔太贝勒不是列亲王的儿子吗 怎么会是乙丹格格的孩子呢 一直有传闻说 隔太贝勒是列亲王收养的 并非亲生的 是这样的 就算隔太贝勒是韩湘的包凶 那又如何呀 原本是没什么事的 但是这段时间 经过我的观察 我发现他们两个 对彼此互生好感 彼此喜欢着对方 如果他们两个 真的是一对孪生兄妹的话 根本就不能在一起的 所以我才赶紧过来 找你们商量这件事 哎呀 他听你说这怎么办呢 既然有这样的疑虑 就不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呀 哎 那我们要用什么办法 来拆散他们两个呢 是啊 用什么办法呢 哎呀是 为了不让他们铸成大错 看来 我们也只好 告诉韩湘他真实的身世了 嗯 好 既然您二老都同意的话 那今天回宫后 我就找个机会 告诉韩湘有关他的身世 你要是跟他说 他会相信吗 也是 那您说 该怎么办啊 当年 清日临终的时候 还留有另一个信物给我们 要不 你明天把韩湘带来 我们当面跟他说 你是说 童司库明天又要带韩湘出宫 是的 童司库已经向海大人报备了 那你知道他们出去做什么吗 童司库是以采买为理由 说是要出宫的 但我觉得不大对劲 有什么不对劲的 童司库不是也常常出宫吗 是的 童司库出宫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只是前些日子 童司库才以采买名义 带韩湘一起出宫 而且今日下午 他又出宫去补了一些货 不知为何 明日又要出宫去采买 太子妃娘娘 雪燕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 所以才来向您禀报的 不如这样吧 本宫给你出宫令牌 明日只要韩湘他们一出宫 你就跟过去看看 看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探 是 童司库今天还要买什么样 我记得料仓里好像不缺什么样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跟我走吧 好 小哥 可以雇你的车吗 当然可以了 二位请上车 来 请 童司库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待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上车 小心 走 走 走 二位 请 慢点儿 童司库 我们不是去买东西吗 怎么到我家来了 其实今天我带你出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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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 怎么你们的脸色都那么难看啊 哎呀 孩子他爹 你说吧 孩子跟你亲 还是你说吧 我 我 童司库 是您带我回来的 请您告诉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好吧 韩香 我叫你带玉蝴蝶出来 你有没有带出来 嗯 带了 她的 时间过得真快啊 都二十几年了 韩香 我今天有讲个故事给你听 大约二十几年前 有一名小奴婢 他虽然是王府里 伺候格格的奴婢 但他却很喜欢刺绣裁缝 手艺也不错 后来受到主子的关爱与提拔 他终于进宫当了一名绣女 小奴婢当年是卖身给王府的 在王府当一辈子奴仆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格格居然替他赎身 让他入宫当了绣女 这个小奴婢十分感激 于是他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做了一堆玉蝴蝶 回赠给他的主子 童馨 这位是海大人 见过海大人 海大人 这位就是我跟你提到的童馨 他的绣工技巧可为一流 所以拜托你 让他进丝一窟一盏长彩 奴才绝不负格格所托之事 以后你就在这儿 好好学习技艺吧 世事难料 没想到那对玉蝴蝶 经过二十几年 又一直又出现在我面前 童司库 我想告诉你 其实当年那个奴婢就是我 而我的主子就是乙丹格格 那既然这只玉蝴蝶 是出自童司库之手 而后来又给了乙丹格格 那怎么会 怎么会又跑到我们柳家来呢 事到如今 不能再瞒你了 韩湘 很抱歉 爹 一直没跟你说实话 其实上回童司库到咱们家来 就是为了这事 但爹不敢说实话 爹 您快说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 其实 你并非我和你娘所生 你是乙丹格格的女儿啊